第24题 题目说下列何者是这个22x的七次方 减掉83x的六次方 加21x的五次方的因式 而要找这个因式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因式 它的因式与背式它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呢有一个多项式A 可以拆成 两个多项式相乘 A等于B乘以C 那这里面都不是零多项式 那如果可以拆成B乘以C的话呢 那我们就说 这个B和C都叫做A的因式 B和C都是 A的因式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呢 题目上讲 22x的七次方 减掉83x的六次方 加上21x的五次方 如果有办法拆成两个式子 那这两个式子呢 都是它的因式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 把x的五次方把它提出来 剩下22x2次方减83x加21 其中这个括号里面 括号里面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用十字交乘法 旁边来算一下 把22呢拆成11和2 21呢 拆成这个3721 300上面700下面 因为这样乘起来的话 才会这个比较大 数字比较大 才能接近负83 负3乘以2负6 11乘以负7 负77 负6-77-83 也就是说呢 这个式子呢 可以变成x五次方 乘上11x-3 乘上2x-7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式子分解出来呢 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那A 是不是它的因式呢 也就是说 从这边 可不可以猜出 2x加3呢 这是绝对没办法的 A错 B 可不可以猜出 11x-7呢 也是没办法的 C 可不可以猜出 x的四次方 乘上11x-3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里面说的是 这个可不可以变 可不可以猜出 x四次方乘以11x-3 我们可以把5个x呢 猜成4个x 和另外一个x 11x-3 这是前面 这是它的 C的选项 是这一个 乘上 剩下的2x-7 和多出来的一个x 好 根据我们的定义呢 我们就知道 如果一个式子呢 可以猜成 两个多项式相乘 那这两个多项式 通通都是原来这个式子的 因式 所以呢 C选项这个x四次方 乘以11x-3 是 22x7次方 2x-83x-6次方 加21x5次方 的因式 C没错 那这个猪选项呢 猪选项 有错的地方 除了这边 应该是2x-7之外 还有呢 题目里面 只有x的五次方 这边是x的六次方 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选C C这个选项